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德仙 今天這段影片有點特別 是我開的新的欄目叫做《未來試》 這個欄目會偶爾放一些我個人感興趣的作品來介紹 並且後面也有追蹤報道 如果在《未來試》中提過的作品我大幾乎都會去試試 如果這裡剛好有些作品是你也感興趣的話 不妨關注一下證明我們的口味都蠻合的 另外這段影片是沒有任何廣告 選出來的作品純粹個人愛好 大家可以放心看 首先第一個作品是《超級機人大戰30》 不是開玩笑的 前一陣子拍到這個宣傳片 我整個人都很興奮 幾十年沒見到這個葵砲馬 勇者王也有選《超級機人大戰》 更不要說機戰嘉班仔 什麼阿姆羅加美歐那些人 《超X-78》都拿出來用 真是情懷分點滿 魯魯修是用劇場版《復活的魯魯修》的編章的機體 都頗有心 就連重戰機、L金、老爺機都有 我上次見到這傢伙好像是《F》完結編的時候 在這裡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齣作品 其實這齣都是高達之父父的光頭佬 早期監督的作品 主樂機好像Zeta的白色 我覺得真的有沒有一樣 魔法騎士在上次《超級機戰T》出過後 再次回來 真是恭喜 V高達也有點驚訝 其實《超級機戰參戰》的作品中 厲害的代名詞 除了神高達還有一種厲害的 叫做V2AB 如果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可以在留言區留言給我聽 不過令我比較意外是高達參戰的作品中 居然沒有哈薩維和跳血孤兒 即是如果有人想著新參戰作品 如果沒有什麼驚喜到我 不如這遊戲還是跳過算吧 但是 頂力有勇者警察 真的看到我整個人濕了 還有SRX 主角機都比較經典的小擊霸 它代表30的眼部裝格其實都挺潮的 不肯定之後還會不會有超級艇機體 不過我覺得沒有也無所謂 期待後續機登場 男女主角的畫風也不錯 特別是女主角 感覺從《超級機戰V》過來 女人都沒有什麼令人失望過 兩位主角的專屬主題曲 目前沒有什麼感覺 到時應該要聽完完整版再作評論 不過張Project唱的主題曲 很棒 超熱 新系統最仰眼的當然是自動戰鬥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 自動戰鬥玩機戰有什麼忍 不就是掛機 我又不是這樣想 其實機戰這種類型的遊戲 現在人們少玩 就是因為太凍波中 它為了適應快節奏而做出這種調整 我覺得比起一成不變 它肯改我覺得已經算是挺好的 這遊戲到時10月28號發售 到時期待一下 另外一款關注的是一隻古風手遊 古劍奇譚木語人 它是7月28號已經公測了 身為中文單機的愛好者 這遊戲我也有興趣試一下 故事重點是講掩甲的故事 是講掩甲人和人類 以及各種勢力之間的人 控掩甲之間過來展開 有些這麼多未來人類對AI的那種感覺 至於古劍人設我沒有擔心 他們的畫師很厲害 至於劇情我本身不擔心 但之前聽說是有兩個主創已經不做了 至於新的劇情如何 到時再說 所以這遊戲的關鍵 就是看它的玩法 可不可以在玩法上給人一種耳目一身的感覺 這是它在現在都是周圍手遊的市場 殺出重圍的唯一辦法 老實說其實很多人都有吐槽 說那些經典的單機IP 最後又淪為騙錢手遊 這個也是一個蠻悲傷的事實 主要是因為單機是不賺錢的 所以只可以虧本才做出單機遊戲 再用這個IP去授權一大堆狗屎垃圾過來賺錢回血 雖然好心握不過沒辦法 古劍這個系列一向都是以努力做遊戲出名 希望這個木羽人不要浪費古劍衣服戴回來的口碑 OK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高大Overwatch Gundam Evolution 這個世界比以前更加壞的人會拿高大 頂不要說話是不是很相似 他這裏參展的角色基本上都可以對應Overwatch的人 我免得一個個說 我就說幾個特別的地方 首先這裏是有推進器的 每部機是有各自不同的推進器 有些是一格 有些是兩格 巴巴托斯有三格 我估計你玩得好對這個推進器一定要很合理的安排 還衝進去到脫身 都要計好 衝進人堆道送屎就沒人 另外被人堆壞了是不會馬上回家 而是進入中破的狀態 這個時候隊友是可以拉起你的 但如果中破之後被人射多炮 那你就大破了 那就真的可以回歸了 身為高達的死忠 和姑且玩過Overwatch的人 這遊戲我都很期待 我現在對高達的態度 就是我不求這遊戲做得很好 但求你不要餵我吃這麼大口屎 這遊戲是預計PC平台2022年開伏 採用本體免費部分道具收費的模式 預計到有些在戰場上用的一次性用品 譬如有引伸效果的海市神羅系統等等 或者是那些付費機體 其實老實說高達的世界很多武器都通用 你知鋼彈黑這種機關槍 你裝給重炮高達我到時肯定有人買 例如我 那最後一個作品不是遊戲 而是9月13日上映的網球王子CG電影 龍馬劇場版新生網球王子 其實我老實說 網王都已經打出黑洞了 你還玩出什麼花神 不行 我發覺我太純情了 那這次劇場版的內容就是 龍馬和小英時間穿越他老爸退役之前的事 嘻嘻 真的可以搞笑 咳咳 開人笑 我畢竟在手中國光一波打到恐龍滅絕 你那些幻覺而已 嚇不到我 神經病 因此大家人們打球連球拍都不用 就是 我覺得他們早晚都是用掌風開始打球 再溝通點耐力 不過anyway 總之這個作品我也會看的 畢竟網王其實我都很喜歡這個作品 那這條片來到這裡差不多啦 不知道大家對以上的那些作品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留言區裡面告訴我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點讚 訂閱 分享 我為王樂